有一次我就在跟媽媽們聊天 就有好幾個媽媽 就一起同時推薦我可以吃這個益生菌 這個是複合益生菌 它這個品牌它有一個菌株科技 它是可以依照人體需求 去幫助你配合不同的 搭配不同的菌株組合 它有五大菌株的黃金配方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可以這個菌株 可以通過你的胃酸 住在你的腸壁 可以讓你的消化系統 維持更健康的環境 而且這一款其實它是 全家大小都可以吃的 就當作是你的基礎保養 然後改變你的體質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像我們女生 有時候你一忙 你可能憋尿 還有你的那個 驚奇前後你會 私密處會有一點不舒服 那也有人推薦我說 你可以喝那個蔓越莓汁 可是其實我覺得蔓越莓汁這麼甜 我根本就喝不下去 所以那時候我接觸了這個益生菌之後 我就發現他們也有專門出 女生的私密處益生菌 它也是同樣是這種 菌株科技 然後它可以 來 我先給你看 你們有嗎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 好 你幫我發一下給大家 它就是這種菌株科技 它特別挑選出 針對私密處的三益菌 而且它這樣每一包 它都有百益的益生菌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的益生菌 蠻好吃 口感蠻好的 但是不會太甜 而且你可以這樣兩包同時吃 都沒有關係 那我就不客氣了 其實像益生菌的東西 現在人生活就是壓力比較大 常常外食 有的時候蔬果攝取不足 或者是水分攝取不足 常常消化系統的健康 都會比較難維持 的確有很多民眾 就會開始挑選益生菌 那其實益生菌要挑選的 重點就是說 它要能夠通過胃酸 跟乳膽質的消化 通過這兩個消化道以後 順利的進到我們的腸道裡面 然後跟腸道的黏膜做附著 然後穩定的在那裡生長以後 還能夠提供我們 腸道一個很好的環境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菌株科技 就好像以往我們知道說乳酸感菌 這個菌種是對人體腸道 是一個好菌的幫助 那其實乳酸感菌的菌種裡面 有非常多的菌株 那經過實驗證實 有些菌株是特別對腸道有幫助的 那我們使用下去以後 再經過這個黃金比例搭配 就能夠維持我們腸道好菌的 然後維持腸道的健康 那像其實大部分的女性呢 都有私密處的困擾 其實我們也可以 就是目前研究有證實說 有些菌株對私密處 是的確有幫助的 像我們女性生理期前後 或者是懷孕的過程中 荷爾蒙有改變 那另外還有更年期的時候 這些菌落株都會有改變 那如果能夠使用特殊對私密處 有益的益生菌的話 那也可以維持這個私密處的 菌落的平衡數 維持它的好菌的數目 維持它這個女性的健康